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15神抽取优先推荐 温迪若破 雷神地位下降 水神长期霸榜 5.2恰斯卡未来可期 大世界体验拉满 5.3卡时安排加混词角色曝光 圆神纳塔5.2卡时越来越近 新角色恰斯卡也即将登场 同时火神马威卡 冰女倩特拉丽等角色也会陆续up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有关于5.2版本的前瞻直播 在11月8日开启 也就是明天晚上 而说起后续卡时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3版本的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 除了之前提到的火神马威卡 倩特拉丽的登场外 两位复刻角色的安排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5.3上半卡时复刻的五星角色是贤云 下半卡时复刻的五星角色是生鹤 也是目前说法较多的一个版本了 不过截止到目前依旧没有实锤 所以说大家看看就好 具体还得看5.2卡时复刻角色 会不会翻车了 而在后续的5.3版本中 除了之前提到的三款新皮肤的上限外 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开启 其中混池的角色安排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说法还是比较多的 目前大概率进混池的角色分别有 七七、克勤、甘雨、申鹤、白竹、肖这六位 中离世神明和温迪一样 基本上不可能进了 胡桃、夜兰也才复刻 所以说概率也较小 值得一提的是 5.2卡池的新五星角色恰斯卡 就目前来看 操作比较简单 大世界体验非常好 比如在飞行中收集材料 或者不用切队友热身就能杀怪 恰斯卡的玩法也取决于队友的元素 目前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队友 算是一个未来可惜的角色 当然了 如果是喜欢跑图探索的玩家 这已经还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原神纳塔5.1下半卡池的草神纳希达 胡桃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随着纳塔版本的到来 火神马威卡也即将登场 而说起截止到当前版本 五神抽取优先级推荐 一起来看看吧 蒙德风神温迪 首先要说的就是早期版本登场的风神温迪了 对于温迪 估计很多旅行者们都停留在了那个爱喝酒的饮游诗人吧 早期的莫甘温也成为了时代的眼泪 现在玩温迪的基本上也都是真爱党玩家居多了 黎月帝君钟离 然后要说的就是第二位黎月的阎神钟离了 钟离同为早期版本登场的神明 和温迪的处境却截然不同 超厚的护盾加上抗打断以及减抗 也让钟离的泛用性超高 不管是大世界开荒还是深渊都非常好用 稻妻雷神雷电将军 而说起第三位稻妻的神明雷电将军 也开启了多河时代 说起奶香一刀,简直不要太香 雷国也在早期的深渊中七七八榜 也是很多平民玩家非常喜欢用的配对之一 不过随着那塔版本的到来 雷国的地位下滑还是比较明显的 虚迷小草神纳希达 至于第四位虚迷的小草神纳希达 纳希达作为草溪配对的核心角色 除了大世界采集特别方便外 队伍搭配成本也比较的清明 目前的主流配队海草行酒 提拔中达也都非常好用 草体系玩法必抽角色 封担水神弗宁纳 最后要说的就是封担的水神弗宁纳了 水神泛用性极高 大世界水面跑图能力优秀 同时具备后台挂水攻击 增伤等机制 不过灵命情况下 搭配水龙王纳维莱特教家 二命质变曾泛用增伤辅助 功能性全面 深渊使用率也基本上是七七八榜 总的来说 截止到当前版本 五神中水神弗宁纳 抽取优先级最高 其次是钟离 小草神纳希达 雷神虽然使用率大幅度下滑 但是依旧能达 道士温迪 基本上是深渊茶屋此人了 算是五神中最落魄的神明了 而后续火神马威卡也会登场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